5G时代 社交娱乐场景更加丰富 年轻族群对于手机产品的需求也日益多元 作为5G副极主力群之一 年轻人第一款5G手机该是怎样的 11月5日 华为NOVA系列迎来全新成员 华为NOVA8 SE 作为主打年轻用户群体的产品 NOVA系列在颜值方面带来新的跨越 同时有步伐科技的创新 那么这台NOVA8 SE带来了哪些升级呢 我们来为您解答 作为年轻用户的首选品牌 华为NOVA系列从未让人失望过 这也是NOVA系列拥有众多年轻用户的关键原因所在 华为NOVA8 SE外观设计体现了华为品牌设计语言的传承和言习 保留了旗舰机型的经典设计元素 同时几何立体主义设计灵感 使外观造型极具辨识度 7.46毫米的机身厚度 178克重量 使心机握感熟 都是让你爱不释手 手机正面 採用6.53英寸 2400×1080 位率 OLED真彩屏 无论是看电影 还是玩游戏 都能够获得非常优秀的视觉观感 同时拥有三重护眼功能 可有效呵护年轻用户的用眼健康 减少长时间使用手机时眼睛的疲劳感 手机正上方前置水滴上头 不仅仅可以进行自拍 同时也是面部解锁摄像头 手机支持屏内指纹解锁 两种解锁方式也带了不同场景的体验 机身边框采用直线条设计 同时加入了墨沙喷吐工艺 手感带了不错的提升 机身顶部拥有两枚降噪Mac 能够显著提升通话的降噪效果 机身下方为Type-C接口 支持电源耳机连接 左右两侧是通话Mac和养声器 机身背部非常简约 采用了CMF设计工艺 不仅手感好 而且提升了手机观感效果 左上方是镜头矩阵 采用了四摄相机组合 后面我们会详细的进行体验 华华英多瓦8SE搭载全新的5G SOC 会用户带来更加稳定 更可靠 以及畅快的5G体验 此次通过两款人气手游 王者荣耀和平精英 对5G新奇性能进行评测 王者荣耀开启60帧高帧率模式 画质全开 畅玩无压力 NOVA8SE在和平精英 表现依旧良好 帧绿图特别稳 总体来说 新奇综合5G性能 使游戏运行流畅 助力手游爱好者轻松上风 现在手机已经成为 人们日常生活中 记录影像的主要工具 并让作品的创作和分享 变得更为简单 可以及时传送到社交平台上 与小伙伴们进行互动 宝林的万发SE搭载了6400万超清四摄 6400万主摄像头 确保画质细腻 120度超广角镜头 能够有效的增加照片空间感 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力 微距镜头探索未观世界的美妙细节 高清主摄与独立井身上头 强强联手 可实现精确的背景虚化 拍摄主体凸显的人像大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